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球迷都在说想要来跟庭旅游的时候想要看一场比赛的话 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可能这个愿望不是很容易实现 除非你要看的是一场周际的比赛 像那个解放者碑或者是这些的比赛是有可能的 我们这个球票不是随便买就可以买到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整个安根廷的所有的俱乐部都是成会员制 所以只有会员才能够优先的购买相关的球票 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会员才能买到这些票 但是同样的市面上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票流出 当然了很多的球迷也是可以通过像从旅行社 从一些购票网站去买到一些剩余的散票 但那种票真的很少而且价格其实是很高的 同时就是安根廷的所有的联赛为了安全的考虑 是不设置客场球迷看台的 也就是说整个的球队都没有 整个的球场里面是没有客队球迷的 大概是每隔一个路口 在安根廷就是100米每隔100米就会有这样的警察的关卡 然后在越靠连球场的地方 大概可能是两三百米的地方 就会有检票人员在这里来进行检查 然后如果你的票不是像我刚才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票不是从这个路口进的 那我就要再往前再往回走 走大概可能500多米的地方绕一个圈 才能够再找到我那个球票正常入口的这个区域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 如果你已经很有幸的买到了的票的话 一定要先看好你是从哪个入口进 然后一定要看好官方发布的地图 从最近的那个地方下车也好 不行也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一些警察的关卡 尤其是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会诞生冠军嘛 那可能球迷会放肆的庆祝呢 这种庆祝呢也会让警察也是感觉如临大敌 像去年的前年18年的这个解放者杯的决赛 当时就是波卡和河床的比赛 在河床主场的那一场的比赛呢 最后是直接因为球迷的骚乱被取消了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来的球迷 都在跟之前在的球迷去有一个问好 有一个打招呼 但是呢他们其实并没有拖在一起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好朋友 但后来旁边那种学军 因为他们是一些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嘛 所以他们长期都是在相对固定的这个区域做 所以彼此之间也就认识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在球场 这90分钟的时候是认识了 这个感觉其实特别的好 就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坐在球场 某一个位置 然后他周边的人也都是很熟悉的 他周边这些跟他一起是谈论球球的人 实际上大家也都是给此聊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Diego está arriba de todo y después los demás son todo humanos Fabra, Fabra, Guanchope, Tevez, Tevez Fabra, Guanchope, Tevez Fabra, Fabra, Guanchope, Tevez Fabra, Fabra, Fabri, Tevez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